你被X自动续费套路过吗 自动续费 收割会员用户记忆水 略界索权 过度采集用户信息 弹窗广告 关不掉退不出又倒点击 做任务领红包 引流盈利才是目的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App揉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 如何保护合法权益 成为App用户的急难丑判问题 净坑容易 出坑却不易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告知消费者 消费者如果拒绝续费的 不能把拒绝或者默认不回复 当成同意 刚收到扣费通知时 唐飞并不清楚自己为啥被扣费 经过一番操作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他之前订阅的视频 App用户包月会员到期 平台自动续费了 多名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消费者反应 他们在自动续费前 未接到任何相关通知 甚至无法直接从账单中 看出具体的扣费平台 是想试用却被自动续费 取消订阅操作步骤繁琐复杂等问题 更是屡见不鲜 杨玉则发现 在订阅App会员时 会看到取消订阅的操作步骤 有的是在服务条款下的 自动续费补充条款中 有的App也会直接说明 在账户设置中关闭 但页面和字体大小 颜色设计等都很不起眼 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 他指出 用户付费是App的重要盈利手段 一些App经营者通过人为 设置繁琐的退出步骤 自动续费不提醒 故意使用小字提示等方式 给消费者行使知情权和选择权制造障碍 从而达到用户续费的目的